昨天又买了一个自动的Tap Timer 这个呢就是自动的管改系统 你如果把它放在这个水灯筒接上以后呢 你打开然后你如果去Holiday呢 你去度假的时候呢就设置 那么一天一次浇水呢 还是三天一次浇水呢 这边是定的 或者是二十四小时之内 二十四十八小时之内 你是浇几次水呢 这边就有时长时间 一般情况下呢 我是菜园只有三天浇一次 或两天浇一次 那么如果我设置三天浇一次呢 我可以设置一次浇十分钟 或者是一次浇半个小时 都可以设置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出去玩两天三天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菜园子没有人浇了 他自己会浇 或者是自己家的花园呢 自己也会自动就浇水了 我们就不用担心在放假的时候 花园会死掉了 是吧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自动系统 里边放一个电池 那么我现在呢就给它打开 然后去安装上 这个呢就是一个自动的浇灌系统 控制器 英文的英文呢就 type timer 然后把它打开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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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手指示 手指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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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有一个水管接头 而且还有一个防止堵塞的过滤系统 固定网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插的那个水管子里的 这领到水龙头上 然后再有一个过滤系统 然后从这个水就直接漏进去了 水就直接从这里漏进去了 这就是水龙头放的地方 然后这就是它是天数和小时 那这边是分钟 就比方说你准备两天浇水 那一天15分钟 这个指针指到15分钟 那么这个指针指到24小时 48小时两天啊 所以就指到48小时 然后这一块是水龙头 然后这一块直接插在那个水管里 有一个水管 一般它那个水管也是有个头 这样插进去 然后就可以直接浇水 一会儿再去按看看是怎么干法 现在我的自动灌溉系统 那这个自动灌溉系统呢 它就有时间 比如说我要定上这个是Running Time Run Time 就是说比如说你要10分钟啊 还是5分钟浇水 那我准备给它定到5分钟浇水 浇水5分钟 那这边呢我就给它定到每6个小时 因为现在是12点 中午12点 那么我给它定到 先打在Reset 就是说然后呢 再打到6 6个小时一浇 那么今天晚上6点中午 我就来看一下 是不是自动浇水 然后开始 那我就定到 先给它打到Off 然后呢 再给它打到On 然后再给它打到5 看这个水浓通是开的 那我现在就定到是6个小时 一个小时 6小时之内呢 6小时一浇水 就是这个意思 6小时一浇水 然后每一小时浇5分钟 就是这样 它这上是5分钟 我以前刚才想的是让它就是说 48小时 这就是2天 9 但是我现在觉得6个小时一浇是适合的 6个小时一浇正好是在 半夜12点和早上12点 早上6点 还有下午 下午6点 然后中午12点 是这个过程 所以每次5分钟 我觉得可以了 然后这就这样 这已经是开着了 这些都是开着的 然后这是我的菜园子的 这个呢 这个是我的 这是拧开 这个呢 这个是拧开 这是我的花园的 还有底下 Herber Garden的 还有玫瑰园的 还有就是这个host 这个host 这个host我就给它关上 因为不是我 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它 那么 这样我就给这个设置一下 这是拧开的 拧开一下 它这个是需要设置的 这个是reset的也是 那我这也是给它点 也是给它打到 每次 每6小时一次 等等6小时 然后呢 每小时5分钟 然后我给它按一下 它这个是 按3分钟它就 电上了 它那个红点打开了以后 就说明 开始了 亮的看得到了吗 是亮的 灯是亮起来的 那它也就是6小时的 从现在开始6小时叫5 叫5分钟的话 就5分钟 好吧 我就这样看吧 好 今天就是把这个自动浇灌系统 给大家大概的说一下 这个自动浇灌系统是需要 就是普通的两个电池的 是2号电池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它是需要一种 就是方形的一种电池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时候 今天一早起起来呢 我要去看看我的花园的灌溉系统 因为前一阵子给大家视频了一下 我的那个灌溉系统是自动的 现在我安了一个自动的 这个呢 我是昨天设置是 24小时 每24小时是浇灌5分钟 那就是一天浇5分钟 而且呢 今天是阴天哦 天气非常阴 所以呢 我就 决定了 不用太浇太多的水 而且现在正好是8点钟 我想把这个呢 也设置一下 设置成 这个设置成 也是每次5分钟 也是设置成24小时 啊 这个是时间 看一下 一天浇一次就可以了 一天就浇一次了 那现在是8点半 那么他明天这个时候 早上8点半浇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 也是5分钟 这上也是5分钟 其实5分钟有点长 我在想是不是有3分钟 先试一下5分钟吧 每天5分钟足够了 看看这个 这是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 因为是昨天4点钟设置的 这是现在开始 现在每天早上8点半到9点之间 这有着5分钟 所以样的换成不同的时间 我觉得这样的话比较 穿插那个水泵 它那个抽力可能会大一些 让这些灌溉系统的那个 灌溉的 面积和动力就是说均匀一些 所以这个是 晚上 这个是早上 好 那我们大家 我就期待着今天 这个下午的4点钟 这个明天早上的8点半 看一下 就这么简单 其实 是 顺便呢 看一下 我的玫瑰 可以 标上小嫩牙可以开始了 开始长了 这一层很小的嫩牙也出来了 这个有好多好多小牙类 已经 开始 伸展出来了 花菇就要开了 这是那天修剪的 有了一只白色的 漂亮的 我的荷花 今天虽然是阴天 非常的安静 空气非常的 这一天 他说 你 会有什么 这一天 你 后来 我